赖清德错判形势 大陆联合力建2024B军演震撼登场 三招反制 彰显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大家好 我是马超 那么现在才到10月份 赖清德就先后两度的提出了所谓的新两国论 那么一次是在他就职演说上 再一次就是前段时间的双十讲话上 而且他两次都提到了联大的2758号决议和台湾无关 什么意思呢 他的言下之意无非就是说大陆管不了台湾地区 那么如果任由赖清德当局不断的加强台独概念 切割两岸之间的联系 那么这个局面势必会变得更加的复杂 为此眼看赖清德又在那儿瞎说 大陆这次三招直接张嘴 第一招就是敲山正虎制裁台独幕后黑手 那么在双十讲话当天 外交部公布了针对三个美国军事公司 以及十个管理人员的反制措施 当然了 我们这边的反制手段肯定是有理有据的 前段时间美国不仅是宣布要对台湾地区进行新一轮的武器援助 甚至还考虑要将独自部署在岛内 那么这种行为明显是违反了中美联合公报的 是对中国内部事务的严重干涉 我们怎么可能会听之认之 第二招呢 则是打脸赖清德 他不是觉得大陆管不了台湾吗 我们就直接从和岛内经济利益密切关系的这个经贸领域出权 从商务部发布的声明来看呢 因为去年这个大陆宣布两岸经贸关系中 台湾地区已经构成了贸易壁垒 而且呢 民进党当局并没有真正的来解除大陆对台的贸易限制 因此呢 大陆有关部门正在依据对台的贸易壁垒调查结果 研究是否会有更多的反制措施 第三招呢 就是危台军演震撼登场 就在10月14号的当天啊 这个东部战区开展了联合力舰2024B演习 那么这个演习是海空战备警循 要港要欲封控 对海对陆打击 夺取综合治权等等科目是全面的展开 多兵种协同作战 展示出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坚定的维护国家主权的决心 那么这次军演啊 他不仅是对台独势力的一个强烈震撼 更是向国际社会那些有心人啊 表明中国统一的步伐是不可阻挡的 那么从上述的三招行动就可以看出 赖清德认为大陆管不了台湾 这话显然是说早了 我们不仅能管 还能反制美国这个台独分子最大的仪仗 对于两岸之间的关系啊 中美两国的意见分歧非常的大 美国一方面承诺遵守一个中国的原则 而另外一方面却向台独分子提供军火 这种两面三刀的把戏 任何人都是无法忍受的 因此我们不仅要教育民进党 还要警告美国 中国的内部事务不是你美国能够干涉的 这些年来 美国政府把心口不一言一的可谓是淋漓尽致 嘴巴上说着不赞成台独 可是私底下的小动作却是一个接一个 而这势必会加快两岸统一的步伐 现在呢 解放军已经具备了登岛作战 限制外来势力干涉台海的现代战争能力 如果有人不相信这一点 那么解放军随时可以响应命令 把对方给招待的服服帖帖 总而言之 一中原则要坚持两岸分离的现状要打破 在浩浩荡荡的历史大师面前 两岸同意的进程 不会因为任何人的阻挠而被打断 教训台湾这种不听话的熊孩子 大陆有的是手段 好了 关于这次围台军演 大家有什么样的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别忘了点赞转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